在北京有一支名叫花甲金刚的足球队 他们由一群60岁以上的爷爷们组成 他们的球龄都有几十年 现在让我们听听他们谈足球初恋的故事吧 我小时候踢球 没上学踢球 我喜欢球星啊 都死了 满了多大 你踢球了 什么反省都忘了 你跟这中文中什么中鞋似的 你就踢球 能动 就踢球去 动不了就完了 从六岁开始就喜欢上足球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踢球 现在每天都踢球 不光是下雪 刮风 下雨 每天都基本不间断 上小学吧 也是从上小学去 像我们小时候 没球场 然后想踢球 得找球场去 不行就马路上踢 而且以前没有这草地 大泥巴地 土场子跟上面 一天一身泥的 就那么麻